哈哈哈哈 急什麼啊 你直接踢得很緊 好啦出門啦 走啦 你這個腳步你這個尾巴 看得出來你只要鎖出門散步就很開心 你走得很急一定沒有好事 應該是有松鼠吧 欸真的有耶 這邊 其實多比大概 兩三個月在開始訓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每天都會帶他去 大馬路十字路口 我們就陪他 坐在那邊十分鐘左右 讓他去聽各種聲音 所以他才會現在對於 這個世界好像 都是粉紅泡泡一樣 都聽過然後都很美好 什麼事情都對他很友善一樣 你處在那邊幹嘛 快點啦快點上廁所 我們要去上班了 今天來紀錄他的一天 看看他的一天有多 無聊 起啦 每次上班遲到 為什麼遲到咧 因為更多比大便 去打招呼 老闆來了 被咬娃娃什麼意思 被咬娃娃什麼意思 這就是你的工作 這就是你的工作 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強迫症 只要看到一點延遲 我都有點擦乾淨 他每次只要有上完廁所 等一下 他上完廁所只要幫他擦一下 他呢 他呢 我不上班 親親 不跟你媽媽上班 為什麼你站在這邊 躺在門口還要先經過你這一關 人家在忙你在那邊 打擾人家 這就是多比的日常 就是影響我們工作進度 一開就 欸你很厲害耶 你一下就成功了耶 他現在都不用那邊抓抓抓抓 他現在動一下就開了耶 超強耶 好 騎什麼啊 你直接踢得很緊 好啦出門啦 走啦 你這個腳步 你這個尾巴 看得出來 你只要鎖住門散步 就很開心 現在大概是下午4點多的時間 我們都差不多這個時候去散步 因為這個時候 天氣比較沒那麼熱 都比每天大概3點多的時候 就會到我房間盯著我看 準備要出門了 然後多比平常出去 大概一天是3次左右 有時候 特別嫌沒事的時候 可能就會更多次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一整天的散步時間加起來 差不多有兩個小時吧 那雖然多比從小就不太會拆家 可是我覺得 大型犬改散步運動的這個需求 還是得要讓他滿足 那邊有一隻狗狗 你每次看到狗想玩 你就會這樣趴下 虛勢待發 你走得很急一定沒有好事 應該是有松鼠吧 欸真的有耶 不願 其實多比大概 兩三個月在開始訓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每天都會帶他去 大馬路十字路口 我們就陪他 陪他坐在那邊10分鐘左右 讓他去聽各種聲音 所以他才會現在對於這個世界 好像都是粉紅泡泡一樣 都聽過然後都很美好 什麼事情都對他很友善一樣 自從養狗之後 我們的生活都是會以多比為重心 然後甚至連交友圈 我們的生活完全圍繞在他 我之前帶他來散步 都還會乖乖的散步 自從看到松鼠之後就 發信心跟你講 對 現在來這邊就一直坐在這邊看 他只看嗎?他不追嗎? 他想追 現在親身很緊 他在叫耶 他是不是在生氣啊? 雖然我聽不懂 但感覺也是在罵髒話 罵得很髒 多比你每次來都會去用這個 毛牛棒 這太硬了 不行啦 今天沒有要買東西 沒有要買東西 欸 你喝了還會喝人家水 這也是你的補給站 是不是? 你這樣子害我不好意思 沒有買東西 我們要走了 還吃 我事情都還沒忙 我剪片都還沒剪 還打哈欠很嫌我煩耶 我們現在下班要去健身房 這家健身房可以帶狗 嘿嘿嘿 我們平常在健身房就這樣 多比就會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不然就是睡覺 不然就是給別人摸來摸去 四處為家耶 他平常會在 就在這邊睡 在這邊睡 在這邊睡 還會在這邊睡 健身房 健身完了 多比 你怎麼沒有熱情 嘿嘿 我們要走了啦 快回家了 回家了 去散步 多比 多比 多比的飼料除了加鮮食之外 我們還會幫他加水 確保他的水分充足 大家在抱多比的時候都說 他摸起來很紮實 對 很紮實 不好意思說 他很胖 他的餐 都是按客在算的耶 所以他一直都維持在2526之間 因為帶我們在玩你的A2吧 我等一下再來教訓大家 我先處理完多比的鴨翅 幹嘛 幹嘛撒嬌啊 好啦 請問那個牙膏 多久會用完 兩天 都被吃光了 這就是你的一天啦 很無趣的一天 我們很累的一天 每天都是這樣 好啦不吵你了啦 你快睡覺 晚安 都被吃光了 每天都被吃光了 你還會搬 你咀嚓 好 你還會搬 我去吃光了 你還會搬 可以搬 你 by bwd6